大家好,我是黎智多夜讲 在这一段影片跟大家分享了在AI泡沫之下种种疯狂的现象 而今集会跟大家深入分析的是 AI泡沫即将抵达巅峰时的征兆是什么 究竟什么会成为最后一斤的稻草呢? 在今次AI浪潮当中最多人提的就是ChatGBT 而他的母公司OpenAI固然成为整个AI泡沫中主角的主角 而这间公司的2025年最新的估值高达5000亿美金 如果分给每一个香港人的话,现在是有50万港元 而同样的疯狂在2000年荒旺泡沫爆破的时候同样出现过 如果你想知道历史究竟预言了什么的话,就一起看下去 首先我们由大环境开始 现在全地球几乎绝大部分的资金都是投资到AI上 而OpenAI至今暂时未上市 它的估值已经由3000亿美金急升到5000亿美金 而说到这么把炮,重点就来了 这间公司的资金都依然是在赚钱的 2025年全年预测会继续涉170亿美金 而针对市场的传闻说公司有可能会进行IPO 公司就出来说它会根据市场的状况才作决定 而我的看法是OpenAI的IPO将会成为市场狂烈的象征 也是标志着整个AI泡沫炒作的巅峰 原因是它象征着历史再一度重演 市场的风险由精明的大户再次转向最容易受蒙蔽 最迟获得资讯而又最追逐梦想的散户投资者 为什么我会说这是不断重演的历史呢 在很多泡沫里面 大型IPO 瘋狂的估值 往往是代表着泡沫的顶点 这是一场大型的风险转移 机构投资者可以在高价套现走人 接货的就是散户 而这个OpenAI高达5000亿的天价估值 当中就是宣告着市场的兴奋 他们展望着未来可以有巨额的收入 而在这个疯狂情绪的背后 往往就是自我实现预言 在这个预言之下 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 就会漠视所有其他负面的因素 就例如 在2025年 已经有42%的公司因为成本高企 而暂停AI的发展 而在这个AI百花齐放的环境之下 竞争是非常激烈 无数的巨型科技公司 他们都有自己的AI去进行发展 而如果OpenAI 可以以5000亿美金 甚至更高的市值来上市的话 它就会像科网时代的 theglobe.com一样 一个泡沫的炒作 而讨论AI的泡沫 必定要提的就是科网的泡沫 回估1990年代尾 当时的互联网就像现在AI一样成为了新宠 但在1999年 IPO的数量已经爆炸 有超过400间科技公司上市 当中极多都是未有盈利 但炒作却非常之刺烈 就以刚才提到的theglobe.com为例 它其实是一个早期的社交网站 好像Facebook一样 当时在1998年11月 以9元美金上市 虽然它当时连延亏损 但却因为市场的狂烈 在上市的第一天 股价就爆升到97元 是原本9元上市价的10倍 而和很多其他科技公司一样 在2000年科网泡沫爆破之后 它的股价跌到一元都没有 之后就退市并且宣布倒闭 而其实刚才提到的只是冰山日角 科网泡沫在2000年3月去到顶峰 当时正正就是一连串的IPO狂潮之后 而美国的科技指数 NASDAQ 升到5048点之后 泡沫爆破跌了78% 而在泡沫爆破的背后 象征着的就是之前过高的估值 以及已经发生的风险转移 而在狂潮当中的IPO 无数的散户摘了火棚 因为他们相信新经济的这个神话 讲到这里 是不是开始有点熟悉的感觉呢 新经济是不是又再来到呢 而究竟OpenAI的IPO 会不会成为了狂潮之下的触发点呢 其实去到现在 2025年 我们看到很多类似的迹象 单是2025年上半年 无数AI的初创公司 集集了创纪录的资金 但很多都依然缺乏 可以持续赚钱的商业模式 而这种魔法 就像我对上一条片讲到 在科网泡沫之下 只要公司的名字后面加.com 它的股价平均就可以上涨超过70% 传统的智慧说 在投资的市场里面 有七成人蚀钱 两成人打和 真是赚到钱的 只得一成 而历史一度又再一度重演的 就是散户 往往就是蚀钱的一批 用现在的术语 就是被人割韭菜 而在时代的巨论之下 没有人可以阻挡历史的重演 用我去引用这个德国哲学家 黑格尔的名言 人类从历史当中唯一学到的教训 就是人类从来没有在历史当中 吸取任何教训 历史从来不会重演相同的剧本 但它会以不同的剧本 不断地重演 今集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赞和订阅 下集再见 拜拜